一位追杀的王阳明还要面与一番生死考验 长途跋涉之后 他来到了贬折之所龙场 在这个张力横行的死亡之地 王阳明却在突然之间悟到了生命的真谛 并开始成为光照千古的思想家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突变 王阳明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圣人之道呢 传奇王阳明第五集 龙场悟道 因仗义之言 刘锦的王阳明被亭杖下雨而大难不死 最终被剥夺官职 贬折到遥远的贵州龙场 出狱之后的王阳明 又依靠自己的智慧摆脱了锦衣卫的追杀 几次逃脱死亡之后 王阳明前往龙场就职 而当时的龙场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死地 然而 王阳明却在这样一个偏僻荒阳的地方 在一个普通的夜晚突然找到了他苦苦追寻二十多年的圣人之道 并从此开始创立新学一派 他的思想光芒也从此穿越千古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 那么龙场悟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王阳明究竟悟道了什么呢 而刚刚来到贬折之地龙场的他 又将面对什么样的严峻考验呢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董平教授继续为您讲述 戏的节目传奇王阳明第五集 龙场悟道 上一讲 我们讲到 王阳明为了摆脱锦衣卫的追杀 千辛万苦 历尽艰难 从周山福建绕到南京 最后回到绍兴 他准备前往他的变责之所 龙场 那么王阳明在临行之前 他对于此行前驱的艰险是有所预见 是有所预料的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人走 而是带了三个随从 郑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的春天 阳明到达贵州农场 我们现在需要对农场这个地方做一些简单的交代 农场在现在的贵州省修文县 从地理环境来说 它是高原地带 农场这个地方的海拔高度大概在1300米左右 这个地方气候温暖 比较湿润 雨量充沛 所以我们古籍的一般技术 都说是这个地方充满战力之气 因为贵州是高原 农场是山区 所以我们古籍的技术 又说它是处于万山丛极之中 那可以想象那是极其荒凉偏僻的一个地方 从人文环境来说 农场当地的居民主要是苗族和布衣族 那么大家都知道 它和汉族人的语言是不通的 所以仅此极点 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 我们就可以想象那是多么艰险的一个环境 它首先就遇到了居住问题 住房问题 因为农场只是一个驿站 这个地方原本就没什么太多的房屋建筑 阳明到了那个地方 他首先就没地方住 没地方住怎么办呢 阳明亲自动手 给自己搭了一个草棚 这个草棚有多高呢 还不到他自己的肩膀那么高 他只能钻进去 这个草棚既遮不得风也挡不得雨 一旦下雨里头全是湿的 尽管如此 阳明到了农场以后 他还是马上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新到了一个地方 他首先得要了解这个地方的山川地理结构 要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文概况 所以他马上就到农场周围 到处去走一走 看一看 了解周围的情况 有一天 他在农场附近走 在一座当地百姓叫做龙岗的山上 发现了一个山洞 这个山洞 老百姓把它叫做东洞 他一看 这个地方不错 尽管是一个天然的山洞 里头又阴暗又潮湿 但是这个里面走进去还过得去 至少可以遮风挡雨 比他原来自己搭的草棚强多了 阳明挺开心 就干脆直接住到了这个山洞里头 他给这个东洞改了一个名字 叫做阳明 叫做阳明小洞天 居住到山洞里头 那很实实在在的说 王阳明就真的回到了阎居血楚的时代了 但是他的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心气很和平 他想到了当年孔夫子说的一句话 孔夫子当年讲到 他说无欲居酒仪 到少数民族地方去 孔夫子的一个学生 跟夫子讲 那不是太简陋了吗 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 怎么夫子能去住呢 那不是太简陋了吗 当时夫子有了一个回答 君子居吃 何漏之有 这句话很有名 在孔夫子看起来 君子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用他的伟大光明的人格 给当地一个地方带来风气的改变 君子是无往而不是的 君子哪怕是到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 哪怕是文化落后的地方 君子可以去传播文化 河漏之游 杨明想到夫子 想到当年孔夫子讲的欲居酒仪 他的心态他反而变得很和平起来了 现在他不就是居住在少数民族的地方吗 杨明居住到了杨明小洞天 也就是那个实实在在的山洞 算是暂时解决了他的住房问题 可是过了不多久 他又面临着第二件重大问题 就是水土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个人离开他人离开他的残住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很可能会由于环境 饮食 气候等等 方面的不适应 而产生身体上的不适应 我们中国人通常把它叫做水土不服 杨明自己到他过得去 尽管身体也不好 到他过得去 糟糕的是他带去的三个随从全部病倒了 本来带三个人去什么目的 是希望他们能够关照杨明的生活 而到了那个地方 三位随从全部病倒 杨明反过来 必须要去精心的看护他们 所以杨明自己去劈财 自己去采心 自己去打水 自己去煮饭 还得把煮好的稀饭喂给他们这三位随从吃 人生病了 心情总不好 杨明为了让三个人开心一点 心情好 病好得快 是不是 但是人处在生病的过程当中 心情总是不太容易好 杨明就给他们唱歌 给他们唱 绍兴本地的一些地方调 这三位随从讲 你唱得不好 太难听 那杨明说 那我给你讲故事 因为我们大家还记得 杨明小时候的性格 我们曾经提到 他是很善于吸血的 这个善于吸血的性格 在农场这个地方再一次体现出来 但是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体现了一种在艰苦的严酷的生存条件之下的一种乐观情怀 杨明给他的这三个随从们唱歌 给他们唱地方小曲 给他们讲故事 才想尽办法 使这三位随从能够心情舒畅一些 慢慢的病能够好起来 刚到农场的王阳明 不但要自己解决最起码的生存问题 还要面对张力横行 疾病肆虐的生死考验 然而这仅仅是新人磨难的开始 还有更严峻的考验在等着他 那么王阳明还要面对什么样的困境 为什么他会在农场这里 误导圣人之道呢 过了一段时间 阳明还面对着更糟糕的问题 因为你想蝉筒跋涉 不可能带很多粮食 到了农场一段时间以后 没吃的了 他马上就要面临着断粮的问题 这很糟糕 这恐怕比什么事情都糟糕 所以他就向当地的苗族人民 学习种地的方式 他自己去开坑了一片土地 自己去种地 解决未来的粮食问题 正是在和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断交往过程当中 他渐渐地和当地的苗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顺便插一句 阳明刚到农场的时候 有一种史料记载说 当地的苗族群众对阳明的到来是非常的不满意的 或者说对阳明是很不友好的 为什么呢 以前来的那些汉族官吏都太坏了 当地的人民想想这个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一开始对阳明的态度并不好 一段时间以后 阳明非常虚心的 非常谦虚的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 这可不容易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阳明不仅仅是改善了和当地苗族群众的关系 而且也虚心的向人民学习 他看到当地的苗族群众所居住的房子也是很简陋的 不仅仅是他们的耕作方式很简陋 他们居住的房子也是很简陋 大概也就是棚户 阳明就交给当地的苗族人民 怎么样子用土来打土坯 怎么样子去卡木头来架屋 来建造房屋 实际上也在把汉地的文化传播到了当地的少数民族那里 改善了当地人民的居住条件 当地的人民当然对阳明也非常感谢 知道王阳明居住在那个东洞 那个山洞里头 尽管现在被阳明叫做是小洞天了 阳明小洞天的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那个地方既不阳也不明 只有洞是真的 所以当地苗族群众 到山里去砍了木头来 给阳明搭了几座房子 阳明也很开心 他把这些房子命名为龙岗书院 这些建筑物现在在贵州的修文县还在 都还有 当然 他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 都是经过后代人修整过的了 正当阳明先生和当地的苗族群众建立起身后情义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 农场突然来了一位官员 这位官员来的是子高气阳 装横跋扈 见到王阳明就是一顿痛骂 一顿臭骂 侮辱阳明 阳明倒没有跟他过分计较 因为这是个什么人呢 这是四周太守派来的 四周当时的治所在现在的贵州城贡县 那么农场这个地方 那毫无疑问是属于四周管辖吗 四周太守为什么要派一个人到农场来专门来辱骂王阳明呢 因为他说阳明到了农场了 到了我的管辖之地了 那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不来见我啊 灭市官府瞧不起我啊 阳明倒没有跟这位派来的人过分计较 结果当地的苗族群众不干了 他们一下子来了不少人 把那位四周太守派来的那位官员痛打了一顿 那么这位官员当然灰溜溜回去了 回去以后可想而知 他一定会添油加醋的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他的太守的 四周太守听到这件事那是非常愤怒 很闹火 王阳明算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不过是朝廷驱逐出来的一个小官员 你和当地的苗族群众打成一片 灭市官府 那还了得 所以他把这件事再一次加油添出的报告给了贵州安查斯 安查斯是掌管一省司法事务的官署 当时贵州安查斯的副使名字叫做毛科 讲起来这位毛科先生还是王阳明的同乡 也是浙江渝瑶人 但毛科因为听了四周太守的告状 那对阳明也是非常的不满意 你到这个地方来了 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所以毛科给阳明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头讲了几点意思 主要的意思是 第一点 你王阳明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你打了人是吗 你必须要到四周去 给四周太守磕头赔罪 这样子不要把这个事情闹大 如果闹大了 你在农产这个地方 将来在接下去的日子里头是祸是福 那就很难说了 你想想 阳明收到这封信会怎么办 阳明收得到了毛科的信以后 他马上给毛科回了封信 信里头 阳明三点 简单讲 表达了三个意思 第一点 是按照你毛县妇的说法 这一位来人是四周太守派来的 他来是好意思来向我表达问候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他对我的侮辱 并不是四周太守对我的侮辱 他是同样的 我们这里的苗族群众把他给打了 也不是我王阳明主使的 既然如此 我跟四周太守之间 谁都谈不上 谁侮辱了谁 谁傲慢了谁 既然如此 我有什么理由 要去向四周太守磕头赔罪呢 这是第一点意思 阳明很好玩 第二点 磕头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这种小官力来说 那是家常便饭 也谈不上羞辱 也谈不上侮辱 但是也要看一个什么情况 如果说不当磕头而去磕了头 和应该磕头而没有磕头 这个结果是一致的 那叫做自取其辱 那么言下之意大家明白 我王阳明有没有必要去对你四周太守磕头 因为既然第一点已经讲清楚了 我跟你没关系 你也没有派人来侮辱我 我也没有阻止人去打你的使者 我们之间没关系 我为什么要向你磕头 那言下之意就是 我王守仍是不干这种自取其辱的事情的 第三点 他说你毛县妇你在信里头提到祸福问题 剖析了祸福利害 他说我只是一个被朝廷驱逐的 被朝廷放到这个便折到龙长来的一个小人物 在这个地方 我所赖以自首的仅仅只有四个字 那就是礼义廉耻 按着这四个字去做 是福是祸 我也管不得了 如果连这四个字都忘记了 礼义廉耻都丢掉了 那就一定是祸 而没有福 我们从这个信里头 很清楚的可以体会到 王阳明那种叫做什么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趋 这样子一种大丈夫的性格 这件事情过去不多久 龙长又来了一位客人 这一次来的这位官员 倒是对王阳明非常的客气 他是谁派来的呢 是当时的水西宣卫司的宣卫史 姓安 少数民族 水西宣卫司是明朝在贵州所设的一个土司的名称 因为水西宣卫司的主要长官宣卫史是世袭的 这位安宣卫史知道了王阳明在农场的情况 也听说了他的名头 知道他在这个地方粮食也不够了 生活很困难 所以派了食者给他送来了很多吃的 用的 有些什么呢 有大米 有木炭 有鸡 鹅 等等这些东西 还给他送来了一些金银 马 阳明马上也给水西宣卫史 回了一封信 让这位使者带回去 他说 我只是一个被朝廷驱逐的人 在农场这个地方 金银 马 马匹 这个东西我是完全用不着的 所以元树奉还 至于大米 柴火 木炭 鸡 鹅 这些东西 我如果不收的话 你肯定也会不高兴 也会觉得我这个人很不尽情理 所以这些东西我就柔树收下 我们可以看到阳明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 他对他不同的事物 不同的事情 他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一种丑事的态度当中 领会到阳明的性格 或者说他的人格 虽然王阳明和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但农场的荒凉偏僻和环境恶劣 就无法改变 一位从京城来贵州上任的小官员和他的儿子 与随从在两天之内相继客死农场 让王阳明再次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可贵 他不但亲手掩埋了那三个不认识的人 还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他们 王阳明的这篇花似废物的《一缕文》和其他两篇文章 都被收入了中国古代经典文集古文官职 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王阳明卓越的文学成就 如何活下去成为王阳明在农场面临的最大问题 一切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都成为过眼烟雨 然而面对生死他无法忘怀 却思考的更多 直到有一天他豁然开朗 不但得到了生命的升华 他思想的光芒也从此穿越坚固 这就是著名的农场悟道 农场悟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而王阳明又悟出了什么样的道理呢 如何活下去 变成了阳明在农场所面临着的最大问题 他说生死一念 善绝未化 他一天到晚在想着死亡的问题 在想着生和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为了想明白这个问题 他的做法跟超出我们常人的想象的 他的做法很特别 他用石头给自己做了一个石果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棺材 他躺到里头 一天到晚在沉思这个问题 躺到里头 闭上眼睛 体验死亡 闭上眼睛 体验死亡 死去以后是什么感觉 更为重要的是 他在琢磨这个问题的同时 他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 如果是圣人处在我现在的这个情景当中 圣人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一直知道 杨明先生从十二岁开始 就一直立下了要做圣人的志向 他的整个生命过程当中 就是他不断的寻求圣人之道的过程 所以在农产这样的一个特别艰险的 特别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 他在想 圣人处子当有何道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为什么重要 实际上 杨明就已经在把自己当做是圣人了 这是一种圣人心态的切入 正是因为如此 他不断的在琢磨这个问题 按照史料的记载 在一个月明的深夜 他突然感觉到一片光明从他自己的心里头油然升腾 向上升腾起来 他随即感觉到自己的全部都已经随着这片光明和浩瀚的自然世界完全融为一体 一种无限的喜悦之情也从他的心底涌起 他完全是忘乎所以的一声残销 这声残销在寂静的深夜 可以说是显却云霄啊 三位随从早就已经睡着了 结果被王阳明这一声残销从梦中惊醒 他们三个人都非常惊恶的望着王阳明 王阳明是满身大汗 但是脸上却露出非常喜悦的神态 我这个只能是描述啊 这个情景就是后来经常说的农场悟道 杨明先生究竟悟道了什么 很坦率的讲 他的实际情形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大概只有一点是可以说的 那就是他非常真切而又深刻的领悟到了生命的真相 死亡在他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什么叫做悟呢 这个悟啊 我们今天往往很容易把它领会成把它了解为一个人特别聪明 然后对这些什么事情 马上明本 不是 悟实际上是一个人对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 经过不断的反复的深入的思考 不断的反复的沉思 而最终所可能达到的一种豁然贯通或者说是豁然开朗的精神境界 所以他是一种精神状态 悟这种事情说起来并不是那么玄乎 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悟的例子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阿基米德发现福利定律这件事情 阿基米德他一直在想不明白 有一天他洗澡躺到浴缸里头去 水放满了 他人躺下去 水怎么样 从浴缸里溢出来了 他沉得越深 溢出来的水怎么样 越多 所以他突然之间恍然大悟 所以他赶紧从浴缸里跳起来 衣服也没有穿 喊着找到了 找到了 那就是雾的境界 也是一种雾 苹果熟了要从树上掉下来 这个现象不知道 大概有苹果树的时候开始就有了 熟了的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也不知道被千千万万人看到过 只有在牛顿看起来 才成了是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一个契机 水煮开了 湖盖要跳 也不知道 大概从我们有湖开始烧水 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 只有在瓦特那个时候 只有在瓦特的眼镜里头 他才成了真契机的原理 所以物这件事情并不神秘 并不玄乎 他是我们对一件事情不断的深入思考 找不到门禁 找不到门禁 突然经过某种偶然事件的启发 或者说某种生活现象的启迪 突然能够使我们打开了心胸 这就是一种悟的状态 杨明先生一直在沉思 他一直在沉思死亡问题 生命问题 他也一直在沉思什么是圣人之道 农场那样的一个特定的环境 一种特定的生活状态 处在那样的一种特定环境之下的特定的生命状态 成为他误入圣人之道的一个契机 所以在他看起来 死亡并不是生命的对立面 而恰好相反 死亡本身原本就是生命过程的一种构成 死亡也是一种生命事件 只不过是生命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而已 杨明既然已经领会到了生命的真谛 已经超越了死亡对他心灵的束缚 超出了死亡的阴影 他就更加深刻 又真切的领会到了生命的意义 所以在他的眼睛里头 原来农场所看出去的一切都改变了模样 天上漂浮着的彩云 天上的鸟 水底的鱼 绿色的山 青山绿水 这所有这一切东西都变成 都成了活泼泼的宇宙生命的呈现 现在经过龙城 这个悟道 他突然领会到 圣人之道 无心自主 那也就是说我们原来都把圣人之道当作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去追求 好像当作是一个东西在那里 我们要去把它找到 现在阳明先生说 错 圣人之道 原本就在我的心里面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圣人之道 关键的问题仅仅在于你是否发现了他 你只要把你自己心中的原有的圣人之道显现出来 你就是圣人 按照阳明先生的观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和世界上的士啊 人啊打交道 我们在这个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心灵状态去和人和士打交道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不同的态度会直接决定我们和人和士打交道的结果 那什么叫做态度呢 态度实际上就是心灵状态 如果我的心 我的心灵是狭隘的 是自私的 是灰暗的 在我看 看出去可能这个世界也是狭隘的 自私的 灰暗的 如果我的心灵状态是宽阔的 是无私的 是光明的 那么 我的世界也会变得是宽阔的 无私的和光明的 在这个意思上面来说 如何实现心灵态度的转变 就变得非常重要的了 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做《列子》 这个《列子》里头有一个故事 应该是家喻户晓 叫做疑人窃府 有那么一个人 他有一天丢了一把斧头 他就怀疑这个斧头是隔壁老张家的儿子偷的 所以他看这个隔壁老张家儿子 看他说话的态度 看他走路那个样子 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个偷斧头的人 过了没几天 他从自己地里又找到了那把斧头 回来再看隔壁老张家儿子 这回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偷斧头的人 这个就是心灵态度决定我们的行为 决定我们的和世界交往方式的一个例子 大家也都知道 杜甫有句诗很有名 叫做感识花见泪 恨别鸟金星 毫无疑问 通常情况之下 春天的花朵 还是给人愉悦之感的 我们大家看着都会很开心 很美丽很好看 心情会很好 但是如果你恰好是有三心事 你的心情很糟糕 你处在哀山之中 你看到的那个花朵 恐怕也在像你一样掉泪 如果你在跟亲人别离 你看到鸟从树上飞起 也会想到别离 鸟从树上飞起 这件事情在你看起来就是触目惊心的了 这同样是我们的心灵态度 可以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 我们的世界观点的一个例子 我们回忆王阳明在农场的时期 讲到他的悟道 农场悟道是阳明先生一生过程当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事件之一 是他实现了自己的心灵转向 实现了自己的思想飞跃的一个重要事件 但是这一个事件 我想表明三点 第一点 实际上农场悟道不是突如其来的 是他长期以来 长久以来 他从小立下的圣人之志 追寻圣人之道 不断的对圣人之道的思考寻求 在农场这一个特定的生存环境当中 所达成的一个自然结果 第二点 因为农场悟道 使他领悟到了圣人之道 无信自足 使他摆脱了朱熹以来 关于事故当中存在治理这样的一种观点 所以也就是说 农场悟道实际上标志着 王阳明和朱熹真正在思想上 开始分道扬镳的一个起点 第三点 正因为如此 所以农场悟道 作为一个思想成果 也是王阳明开始创立自己 以心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一个开端 农场悟道以后 阳明还会在思想上 在理论上去提炼他的观点 也同样会在实践上去贯彻他的思想 他究竟如何在实践上去实践他所误得的真理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官的王阳明 为什么一上任就胸有成竹 卓有成效 短短五六年的时间 他又是怎样 从一个贬德之人 成为了执掌一方生杀大权的军政大员 在王阳明升职的背后 究竟闪耀着怎样的思想光芒 敬请收看百家闪谈系列节目 传奇王阳明第六集 王阳明升职